在3月1日,學校邀請了外面的劇社為我們進行一場話劇 去教導同學留意知識產權的規例 避免同學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侵犯版權,不墮發望 而精彩的表演都獲得了同學熱烈的掌聲 學校在7月3日為高中選收幼兒教育科的同學,創造了一個機會去參觀耀中幼教學院 令同學可以隨著在書本中學習知識之外,可以去到學校以外的地方有學習的機會 對幼兒教育的掌握更加成熟 繼上學期之後,學校也有繼續參加體育課的奧場計劃 而在3月8日去到17日,就邀請了踢險和台拳道的港隊成員來到學校 為同學介紹這兩種平時可能少些接觸到的運動 令體育課變得更加有趣和活潑 在3月8日就是我們今年第三次的CCA Day 同學去到各自的學會進行活動 每個活動都可以宣揚自己學會的理念 例如日本文化研究社,甚至邀請了教練為同學教導劍島 每個同學都非常投入活動 我們中六的師兄師姐 在里城壁度過了6年的中學生涯之後 終於在3月15日結束了這段旅程 各位師兄師姐互相影響留念 留下了一個感動又溫馨的場面 希望各位都可以永遠記得這段美好的校園生活 在3月中開始 由學生會舉辦的一系列社製球類比賽就開始了 每個社員進天距離的足球功力 球員出色的表現吸引到很多同學圍觀 比賽甚至精彩到令人都覺得非常緊張 學校圖書館為了推廣閱讀 在3月27日舉辦了圖書館扭蛋活動 同學可以憑著借閱圖書和完成讀書報告 去換取參加扭蛋的機會 而扭蛋機裡面都準備了很多精美的禮物 去吸引同學參與 很多同學都因為抽到大獎而感到很開心 在一樓走廊擺了整個學期的四捨迫步 經過了這麼久的評選之後 終於在3月28日有結果 最終由精美又有內涵的綠蛇勝出 同時當日亦有社製足球比賽的班長 經過了六場激烈的比賽之後 最終紅蛇以Semi的優勢勝出 不過無論勝負 我們都要多謝所有為社盡力付出的社員 在3月29日 中四級進行了一個特別的輸壓活動 同學在限定的時間內利用骨牌 拼接而成一個完整的路徑 然後將骨牌推倒 考驗同學的創意和想像力 而且骨牌逐張逐張倒下的時候 都非常療癒 令人覺得無比舒服 我們除了在3月的社製足球比賽之外 亦都在4月中舉行了社製籃球比賽 各社的那麼多位籃球健將都駁儘全力 務球團結一次地打出自己最好的成績 而在比賽的時候 每個在旁邊為自己射打氣的同學 都為球員增添不少士氣 令球員的狀態都大大增強 而在4月18日的小息和五線時間 學校都舉辦了國家安全教育活動遊戲 希望同學可以透過遊戲 認識更多有關國家安全的知識 而玩完遊戲之後都有豐富的獎品 在4月19日到20日 就是我們的English Week 英文科在這兩天 設立了不同的活動和遊戲 同學可以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 去更加有趣地學習英文 令同學對英文更加有興趣 每個同學都表示非常有參與感 其實English Week都不僅屬於學生 各位老師都可以有很大的參與 在4月21日午餐時間之後 各位同學可以去到SAC 而各位老師就會穿著不同的民族服裝 去和同學進行分享 真是非常新奇又有趣 最後在4月27日中五級的同學去到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 令同學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到 中華文化的美麗 以及更加了解中國九遠的歷史 的資訊